6月2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意见分四部分共22条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 台海研究主编李永杰 接受中兴社专访时表示 意见的发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具有重大意义 意见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 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总体要求 定罪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 做出明确规定 但是这样它是一个大陆反对台独分裂设立 制裁完顾台独分子 推动两个关系发展 最终完全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几措 它是有法律依据的 是根据反分裂国家法 根据这个宣法的相关规定 它是有法律依据的完全符合 主权国家的应有的法律程序跟法律规律 我觉得这个依法有机 而且具有正当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 还有可执行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台湾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冯霞指出 境外不是法外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刑法对于台湾适用 如果台独顽固分子缺席审判 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包括台湾在内的老百姓 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 都是中华民共和国的 所以我们本身 我们制定的所有的法律 应该是适用于台湾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在领土之内的犯罪 目前来看 就是因为两岸关系的这种状态 台独顽固分子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只是在法院阶段 那么就是人如果是 因为没有到场嘛 那么就可能我们就采取 缺席判决的情况 意见写明 在受立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不受追溯期限的限制 如果是加重进行更加穷凶极恶的 就搞台独分裂活动 这些首要分子 积极分子都要面临 这个相关的处罚 终身追逐 逃都逃不了 中国人民这个意志非常强大 那他一定要面临这个 这个处罚的 被追究的 而且终身追逐 逃到哪里都会被 被被追究 相关专家表示 需要指出的是 意见针对的是 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 从那个咱们的角度呢 还是想的就是说 认真的来区分 到底是不是顽固分子 还是说他这个行为上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结果 或者危害吧 也是鼓励台独顽固分子 及早的这个回头试爱 所以这个对遏制台独 分裂活动 这台独是有 最有重大的法律上的意义 也有政治的意义 如果那边就有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